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我让各位想一个问题 人生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能讲一个 你会讲哪一个 人生就是不断地选择 我们经常选择错 害自己 现在你可以想到很多很多 人活着做什么 但是让你排那个丘先自信 运作是什么 从你的答案 你就会充分了解你自己 不管你讲什么 你中心是一个选择 人生最重要的三个字 他把那边拿出来 叫做观念通 这个老君要清楚 人家现在达成是90的人 是老君不清楚 我们所有的问题 现在是从老君不清楚 所产生的 观念通 人不容易 第二个呢 我现在把人生最重要的三个 一口气学说 也真的是觉得很奇怪 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想 二变通 二变通 什么叫二变通 就是大小变通 就是二变通 你们觉得这个有那么重要吗 你只要两变一变一变一变不通 我看你就麻烦了 赶快去看一分 很多学家跟他赚哪个钱 有个问他 你有什么本质 你有本质就自己不要上升 二变通 他就说 你不敢 我并且呢 这个并且呢 这个并且呢 叫做小变并且呢 我想小变并且呢 能吗 我来 你乖乖的 自己上厕所 就证明 你没有什么要求 二变通 听起来 很小事 但是他是大事 第三个呢 气血套 大多数的人 情绪不同 看人就知道 看人就知道 所以我们中人有一句话说 人性不同 各族群面 一句面 看他联系就知道 他都问你在哪里 大多数的人 是用自己的性命 来放弃 你一样的风情 其实这是很不足的 这三个 你尝好的其他 都很容易解决 都很容易 你像气血套的人 他不太会发皮肌 他发皮肌也不怕 因为他有不好解 所以听我的歌 你要小圣经 我很早讲解决这两个责 不要解决任何问题 那是西方人 相同是把问题 解决掉 你没事吧 你看我们现在满脑子 就是要解决问题 你查 本来只有一个问题 本来只有一个问题 你不解决 他永远只有一个问题 大不了就这么一个问题 你你解决方面 一大堆问题下来 不是你比较麻烦 人都是自己比较麻烦 但是我们常常怪典 是不是你害死我的 没有人都害死了你 没有人 你所有的问题 就是从你自己来说 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因为我们永远是外外长的 所以我们老家都跟人说 你小看这三个 你是不是解决自己 气血套是高度困难的事情 高度困难 很多人都问你 诶 你真理怎么这么好啊 你做什么观念啊 这种人就是观念不同的 我们现在 对面临极度的变化 全世界最会掌握变化的 就是中国人 因为他们的规律是很简单 有点不困难 所以我现在请各位 去想想看 你觉得越来越累 你觉得越来越难 那就是方法错误 那就是方法错误嘛 你觉得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快 越来越怎么 那就是方法错误 那就是自己解决的 你别让我过去去问别人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 我今天把最根本的 把它说出来 什么叫中国是观你 蔡国人不了解 谁是敢说没有中国是观你的人 就是他不了解什么叫做中 你看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请问你什么叫中 你答不出来 中不是一个字 但是我们在没有文字 以前我们就有着法美之路 到底人是先有观念 还是先有自信 先有观念 那这些事实那时候哪里有什么字 根本没有字 可是自信很重要 不重要 神兽是等会面有一个图腾 这个叫图层 这个宗 这个宗是怎么来的 现在我一段讲我会用现在科技的方法 来治理我们以前的老学问 像这么一个图 它最起码有六七千年的图属 这种人类最古老的 你把它结构 像结构这个民族是现在的民族 以前没有这样的民族 然后把它写成张拜日 就叫庄 都是个民族 我们一般人说中的就是在世界是中央 这种结构是中央 中央跟中央跟什么 不中央跟什么 那不成地理环境 没有环境 你现在像蛇兰 何蛇兰还告诉你中不中 还要问你中不中 中就对 不中就不对 那你说中不中就对不对 也不对 也不是 中 是何比的意思 何比的意思 就叫中 所以老师讲的 什么叫中国 就是一个国家 他很讲道理 合理就好 就叫中国 什么叫中国 就是他做神 做事 做神合理 他就叫中国人 所以老家人家做国家人 不容易 不容易 因为我们不理解 所以怎么觉得很重要 为什么不取这个名字 中 他是千变广播 你可以看到 这个图 他就变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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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这样怎么办呢 他就变成这样 他就变成这样 他也可以变成这样 他就变成这样 那他就跑到德国去了 变成这样 他就变成这样 那你怎么叭得了 他就变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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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一辈子的老祖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一个样子 没有两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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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各位才知道 我們中國人只有信仰,沒有宗教 宗教最大的問題,三個字 它有分別性 因為很多人信佛教,信仰之後有很強烈的分別性,跟你說什麼?佛教 而再說一遍,現在人的問題就是一個老天不正常 佛教是無神教,哪裡有教徒? 所以你看到佛,你就把它叫神,那是你自己做的嗎? 然後現在這個佛教,但很多神就說這是多種教,那真不是要話 完全不是要話 你看我剛才從那邊上來,我不從那邊上來,那個道理 你看文靜到廟裡頭去,一定要從那個邊進來,從那邊出去 很多文靜的同根源,幹嘛從那裡? 就是需要做法 因為那個叫做王,這邊叫虎 尤其你是屬羊的,你從那邊進來是善 就是仰惡無仇 你怎麼當有理由? 我們好清楚,導致我們的行為錯了,然後效果很差 對於是王國人來講,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佛教,沉用一個樣 為什麼人家畫十字,你也根本畫十字,我就不能畫十字了 人家在那裡就在那裡,我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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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 又都一樣,怎麼都在那裡 那又等了 佛教,佛教,如果天下有兩個屬宰,天下就分裂了 才就是只有一個屬宰 寄宰是全人類 規定的資產 二十一字錄 是很奇怪啊 不是由中國人喊出來的 是由西方人喊出來的,這才不照 西方人喊出來的叫全球化 所以他好不找到,他就上中人的圈套,因为一求一句话,你会找到意见的方法,你没有意见,你常上去的句话,你看最近在日本就在财围,为什么凡是这些强国的首脑一财后,外面就说你要唱,你唱什么呢? 就是我赶全球啊,我干嘛要全球啊? 他现在已经在那里面了,他已经在那里面了 二十一世纪,全世界都在研究一定会有道理的,否则人类的动作不下去,走不下去 我希望各位,要分得很清楚,否则的话你自己弄掉了,你就不要掉别人 现在我的人,大多分是这样的人,叫做什么?叫做半脑人 现在用右脑筋的左脑,他这里用半脑筋 所以凡是用用手用的左脑的,就是左脑大,左手打平衡球的,左手解构的,就是右脑打打,他永远是半脑 特殊意识地的人类 很不信仁 就是被半老人所主导 那我现在问你什么叫半老人 半老人第一个特征 我讲出来一定会这样 就是自灰分明 你说这不可以讲他 他就是人类最可怕的东西 你只要教你的小孩自灰分明 你就是不存好心 你要他唱过一辈子 人家很多烦恼 很多头脑就是因为自灰分明 这样不行 你怎么知道 我都问你你怎么知道 我们讲个道理 人 你的认知能力非常有限 谁便吵着你认识什么想不知道 认识我们不知道 然后认识什么想不知道 人的认知能力本来就非常特殿 非常有限 第二个人的选择人力很缺乏 你看人最常讲另一句话是什么 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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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选错了才是找不到 哈哈 我们听人家早知道 早知道就完了 早知道 那我认识就是选择错了 选错了一个老婆 你们家九代辅导名 九代 都是一代而已 那谁叫你选呢 谁叫你选呢 谁叫你选呢 才在你面前的经常好几种选择 你怎么走一条路 尤其现在高速公路都知道 你这样走错路的 你想回头 嗯 麻烦得很 尤其人真的是无法走回头路的 最后大家更要相信 我们的判断人力很活弱 很弱 为什么老犹豫不决 老想到三斤半夜不知道他怎么办 因为你不是神圈 就三斤话去讲了 认识人力很差劲 选择人力很平凡 判断人力很薄弱 你没有权利说谁对谁错 你没有权利 活动 活动 打出这一分得很清楚的 后一阵去那边活动很少 你这样没权利 你跟美国人 小孩子一吵架 说父母就问谁在一起做 他的神骂错子 不会骂错子 这就是半老人 我有两个男孩子 兄弟一吵架 我是全老人 两个不发战 我管你随随随随随 这是全老人 你跟美国人说 你这个爸爸太多么走位了 你没有受罪了 那你照照的 你真的照照的 哥哥弟弟一吵架 早五分钟以后 我就把小弟弟叫来 我说今天你没有错 你有哥哥错 你贝了一味老子都 我去你全九段 那我先生问你 你没有错 我为什么要把你这样的 你听听他怎么讲 我讲的话 你不可以去实证了 因为我是保实证的 你不可以去实证 我保身理 效果是一样的 他怎么讲 他说我没有错 你把我这样比较好 你看他会讲的 他说你拍马丁 你不当心就是不当心啊 你这么说就是好听到呢 他说没有 我讲的是真的 我说那不可能 一个没有错 而又被反正 你还会有点高兴 那么很奇怪 他说你不知道 有一次啊 你不晓得为什么 有罚哥哥 没有罚哥 我被哥哥打的好惨 你知道 我说过去掌命 你就放我 我就反过 他就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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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像这样 我并出来 我陪他这样 他就会有面子 才是对打我的 外国人一辈子想不懂 这个道理 他就不干了 因为他帮了人啊 所以我们这种 总管帮我人 所以我们很难 想什么帮他就很难 兄弟姐妹之间 所有的父母 都不需要去分界 这什么道理 因为兄弟姐妹 要是大父母 不要这些小父母 你贯助这些小父母 将来就没有大父母 什么叫大父母 只是一级啊 不一样啊 阿强 到啊 去刀老鼠啊 那你这些小父母 什么样子啊 你就能打我一下 我听一下 过去是过去的 你计较在干嘛 父母有大父母有小父母 你那一个领导 如果专注一小肢黑的人 所有人才都炮装了 你留下人 全都是奴才 所以一个人 带人带到最后 你是把奴才带出来 还是把奴才带出来 每天看久很清楚 有的人正经交代方案 跟那之后 点心认不开 有人去问老觉得 哪里有这种中国的状态 我分不理他 真的非常清楚 所以管理就是有人套号 就是有人哲学 就这么变的 你跟专门讲对 一定讲阵我 阵我一二三四五 阵我就是你可以讲 你可以控制的 这才叫阵我 你找到六个怎么交叉 那如果六个人呢 六个人就一个当指挥官 谁就六大帅 你还要去想 专门怎么这个人都跟你讲 他们跟你自己没有误透 好 一个指挥官 我看你旁边 去不中 你走啊 走到鞋里 看了糟糕 这么湿 而且那么宽 我怎么办 或是这一个跳下去 只要指挥官 不叫激进 没有一个人会停下来 全部往前走 要说绝对不同 执行力非常强 反对精神奇多无比 好不好 当然不好 我问你这种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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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如果跟日本人来晚 他在日本有老金生理权吧 你比他这么有老金 你比他这么有老金 人家他们的国旗就是这样 你不能减聚 没老二 没老二 搞的 你看 全世界做日本人的最辛苦,他完全没有自己,他有那份,所以日本人只要决策作物,全军不冒,要比较零要看他们绝对的造成,你看日本人站到最后,他有一种叫做好,自杀飞机,自杀飞机,我给你一部飞机,三个子弹,三个炸弹,亮亮亮,亮,亮。 然后最后自己找个部队,冲直到同步一进去,同学会讲的这个是实际的故事,同学朋友这位也七十几岁,他年轻的时候被找到日本去当军,台湾很多人被找到日本去当军,他年轻很好,鞋更好,所以当空军,所以他真的叫做什么,他说到最后啊,这个空军的队长就把大家集合起来, 所以战争已经到最后关门了,我们现在有自杀型的飞机,每两个人一步,三个炸弹,炸完第三个,卡住目标,重,重飞机。 是把他过来的任何人心怀的时候,哎,任何人想象,我就坏了。 因为他绝对是什么,他用脑筋就上去。 他说我呢,因为我写的任何人是我们中国人血统啊,所以我这算害解是假的, 中文代解是假的,就是谁当他,所以你想,这种事情你能搞我吗? 我又不是你们这个人,以后这部分他觉得,他都是不可能的。 我问台湾而已,拿来给你们打架,已经够倒霉了。 还叫我搞错,我说,他在那里面想这些人。 因为他是全老人嘛,他都跟老杰林胡杂了,他在那里面一直想。 我就问他有用吗?他说,怎么没有用? 没有用,我都活到现在,你看他活到现在。 我说,你怎么活的?他说,我就动作慢一点, 让我的日本城市坐前面,你坐前面要开飞机啊。 我坐后面,他想一想,怎么丢?我管一半点。 然后他说,第一个大方,一五下去,我一个心上就说,完了完了完了。 他说,第三个人,他飘到这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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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到这里了。 我飘到这里了,飘到这里了,飘到这里了。 我就跟我的日本城市讲,我们为什么不回去,做战结果啥办,做婚礼教,然后就成本一片,你怎么又发了? 成本一片,并没有人,然后找不到大方,没错吧。 我不要太闲着,还想到我不知道。 谁要是东德呢?你全部有错,然后你可以跟他跳下去。 我告诉你,没有人会笑死,会关你。江门向你。 人家只能站在後面,他看不到全面的情況 你跑經營,你腦筋那麼大呀 你不會相信你情況,你不會報告 你找死人 有可能是想法跟我們不一樣 然後我們現在出現一種,我現在大部分人現在不是這樣 心不如說,你走這邊,一看打掃,情況這麼不大,你就一定 辦法反觀,前面有情況,如何如何,怎麼決定 很理性,很冷靜,是非分明 就是這樣,每個人 中人你學這段,我告訴你,你是絕對沒有前途,你有前途很怪 你到這裡,我是絕對,高雄,你不告白了 你不告白了,你不告白了,你不告白了,完全沒有面子 我真是虧神的風情 只會到全面的情況,我都不知道 而且你這個傢伙想像那麼大陣 你出明度給我出陽相的 你是講給別人聽的 你不告白了 那我就在這裡,趕快叫你 強調樁,自己下 可再不壓,過長 所以不必停在張牌去 找到你那個端子,還不上面就好 你就是那個老,你就是沒有前老的 你是犯老的 我是标签中的 我表演一下什么叫全老人 你看看 全部都 走到这里一站 我停业不停 不停业不停死 他都不对 我下去停业下午 我停下来 他不开心 怎么办 我有第三脚都说 我什么话都不说 我就是原地他说 全老人 你说我说的 我没说 你说你没有说 我说的 后面那个长官 我心里想 顺好你传达信息给我 我又没有张扬之际 我愿意顾到 我就跟你保证 想过三 去过三 解散 休息三个小时 都不开心 上次 我 不得了 前两个 大家身上一贯 事情没少做 你干嘛那样东西干什么 我不想那样东西 我当大学校长 我把所有学生 学校学生 我们的学校不大 学校学生集合 我说几句话都会走办好 我说你们有任何问题 你都用一面给我 但是我告诉你 我不会给你们回答 那现在学生他都不是办法人 自己说校长 我们把 因为你要给你 你不回答 那他们给你干什么 你在干嘛 反正在干嘛 我说你做 你一面给我 我又一面给我给你 那我的干部通通没办法做什么 他都没有办法做什么 他们就整天拍 我想做什么就完了 那他说那你学校会做什么呢 我说我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你们看得到的东西 你一面给我 我不会回你 但是我会干 结果该谁办 我去找他办 我去找他办 我都放到出去 放到出去以后 你们没有在一面给我 我就知道没有问题了 他们去做你这种你 你只能没有一面给我 我在找他 我有什么事 我没有事 我本来就不应该做事 我本来就不应该做事 什么叫中国之关的 不管你什么行业 不管你什么行业 不管你都没多大 我刚才讲过 我刚才讲过 无三不成立 三成 最以前只做一个字叫做无 无 真正能干的这个干部 不知道 所以你看我们只有叫人干 所以你看我们只有叫人干 就是有人力的干部 我们没有叫人打 有人力的干部 没有 这个叫有 什么时候就用掌握这些三个字 你就上水道 你就不会乱烧 有话就说 这是基层 有事就搬 基层 这是基层 有人力的表现 还是基层 谁家房子有人力的表现的人大概 不可能招生到哪里去 不可能 因为上面就开始打压他了 人家经常自己制造的问题自己不了解 我问你 你说年级大人应该爱付我年级圈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当他更有厉害关系的时候 他没有人力 你就先打压他 你也没有办法 但是你老是有财 根本老是被买莫的 就是你一斤的钱挂都没有夺对 我讲一个实际 基层员工 什么叫基层员工 就是他能转费 有话就说 就叫基层员工 他就会跟干部讲 如果加班更再次提高 我们就拒绝下班 所以讲这种话可能也不是干部 但是员工 所以如果一辈子当员工 你从你自己讲的话你去检验检验 如果公司加班会不调整 如果公司加班会不调整 我们就拒绝加班 这种话不可能是干部说的 因为会想干部的人他就知道不会讲这种话 那我先请问你 你是干部 其心热心的话没怎么办 没怎么办 我必须要再给你讲清楚 大家现在所谈的管理 其实都不是管理 都是哲业 谈技术跟管理无关 谈研花跟管理无关 那叫什么管理 这是全技术 经验管理是干部的事情 老管不管 老板是管经营的 因为每天这三个东西都不太 他们是半老人 经营是中央很精神的 老板得管经营 你是要去管管理 你管管理你的干部全死掉了 全死掉了 全死掉了 我今天讲的很迷糊 只要老板有意见 你的干部他没有意见 他怎么有意见才是做的 他那么笨 他叫自己麻烦 老板 所以为什么老板强能跟我讲 我们在干部都命运间 我说你才霸道 他命运间好像是你霸道表现 老板本来就不应该说一件 你不应该说 你说你这些人很漂亮 所以你这些人就是黑话 消防狗没有人愿意跟老板对窗 所以他准备搞的 所以我到公司里面去看 我就要看有一个职员 他讲得很大声 而且很跳 我就问他 你说老板不清楚吗 你说老板不清楚吗 不算你怎么知道 有个不说老板听你感觉 你感觉我不相信 你根本就很不穩 公司里面的人 讲话声音到小 跟他的生情 一点关系都没有 老板信任他 他讲话是很大声 这是必然的 接着 因果观世 所以当一个年轻人 讲话很大声 做事很果断 我就知道他快要被老板给灌状全体 他从此就完了 因为才是成为所有的同事 老板无人 干部大有人 老板无为 干部大有人 老板没有意见 干部意见 从容成人 我们其实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去看 这个就是这样 基玛套在这 基玛套在干部 基玛套在干部 基层叫做足 基玛套在干部 这个相识跟你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相识里面这些人干的是什么 是基玛套 不是老相 这些人 现在外国朋友每次问我 这个老传 算领导 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不算领导 他一点用处都没有 整天在那边放蓝 放蓝 放蓝 我告诉你 这样的那些牛腺 他都很长的 你已经找牛腺上去看 他就问我 这样的贱 真帅 不久没有作为 能够当民主 我就问他 那你看我在乡区里面 那些人干的鸡马套 我说对 你干的很醉 这些人干的鸡马套 通通为了不能干的导将 而壮烈习盛 不然那谁能干 人讲说是这样兴起的 还是导将能干 国路上人只有去鸡导算 从来没有去再导致的 然后你去再导致 你去那边就说 没办法 做好牺牲 为了老将的安全 他马又来又会吃饭 他又会吃饭 吃饭饭 有个饭 就为了找一个没有任何的饭 族是有 有人力就表现 有话就说 有事就好 老将能金也还不滚 知道吗 我再问你那个 老将旁边的学生 是可以谁做的 可以谁做的 可以谁做的 给总经理特助做的 所以 所谓特助就是走歪人学道的路 就是要特助 他只为总大根的权力很大 你知道吗 有外部一直问我说 为什么我们老板每次升职他就倒了 他不找别人 有你这种倒门鬼 反正他 老板一升职就倒了 他把那张出去投 他说 这个奇怪 怎么这样 这都很严而好 你得罪老板的助理 你得罪老板的秘书 老板秘书要整你太容易了 把你的案件拿去以后 他就在旁边 他不懂 他将门等老板靠屏气后 他就送进去 老板来后找个话叫你去罢 等他干嘛 你得罪 所以反正在每次老板一多人就找你 你就是得罪老板 你就是得罪他们撤罪 那找谁找你 还是你进就去 抓罪 这刚上座的人 绝不会说 不把特助刚刚有一次 直接跑进去老板的关键 不可以 一定会跟他打个招呼 可以听起来 其实你不用比他高 可是你敢说我都已经高 我就不耽敌我进去办完了 也完了 而这些东西在西方 几步都不够你去的 只要你自己过去难过 他要这么反应 清清久了 员工对上周讲话就好处暴力 因为他不怕你 他怕你 员工对老板讲话 经常只有暴力 你再怎么好处老板 你听不到他们真正的话 听不到 但我现在问你 你会干部 你会干部 天空的意见 你怎么办 你要不要向上报告 你向上报告 你去报告 你去报告 你去跟他报告 你会吸引反应很激烈 如果 我们加班会加个调整的话 他们会拒绝加班 或者问你老板会怎么反应 你当老板会怎么反应 你当老板会怎么反应 你到底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你相信 那你的干部 只要留见骗你 只要老板相信哪一个干部 当然反叛的就是这个叫老板 你把他换过来 你不相信他 他心里就更无敌 我想我已经讲这个非常重要的论点 这是中国人的事情 因为他是全老人 所以他永远是这样 他永远是这样的 他永远是这样的 你什么时候想那些两难 你就不会做 说也不对 不说也不对 做也不是 不做也不是 那也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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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说话人就说 两句话天天天干 你不说我 我知道 你说要干嘛 要你说 你听我讲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你跟两句话都一样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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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很厉害就在这里 全世界中国话 含义最深 变化最大 全世界都用半老人的 这种标准 这种水平 来听中国话 这很麻烦 我今天讲的事情 我今天讲的事情 就是我们所有事情 所有难题 所有毛病的总根源 一种六两难的观念 那你就很麻烦 你看你事情做的坏 所有人都怀疑 你得到什么好处 不然怎么做那么坏 港亚生前案件 一个批准的事 所有人都在议论 他说说放礼 他说你没有什么关系 他说那坏 那就是纯音标准 坏心事得到好处 听话就是不负责任 不听话就是純心打蛋 成果厉害的事情 既然你才听懂我们老板讲的话 我对你可能去听懂老板讲的话 老板问你 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说 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说 你说我都听你的 他说听我的 我叫你这样说你就真的跟我这样说 那我现在让你去死 你死就有个伤 为什么我叫你去死 你就知道不去死 我叫你这样说你就偏偏跟我这样做 你就纯心啥个气死的 大家会发现老板讲的话永远是非准 因为你怎么讲这个造型 讲中国话麻烦就是你怎么讲这个造型 想像我们这个 声音百段的人 你要听到老板说你自己看那样好 我们回去 可以听到想两个小说 你又把不清楚 那叫做的意思是什么 好不清楚 你自己看那样好 有好几种 一种说你敢这样做我自己去看 一种说你就这样说 一种我这样说 不算数 你自己负责任 这对的 就是这挑的我上帮你 这就不简单 老板只要会讲这三句话 你就会当很好的老板 你想想什么 你就偏要一定 一种 stare 就好 Mmm 那会不会 一一句话 你就照我说的去碰 你就照我说的去碰 大家偏托 第二句话 谁就这样再 pytanie 慢点慢点慢点 Easter 方刚才讲你不用做我的 说的去碰 所以说的 谁叫你这样子 第三句话怎么样,这算是我做的,你又不就这样做,你这样做,完了,三句话就做 他怎么做,你永远搞的 没有有同色的意外的问题 你看什么叫做圆,圆就是头头看板,向前看,相守自然效勤,向前几根台独跟我看齐,然后进一支部站好,就叫圆 这样的圆都不就是奴才了 我已经就四十年了,或者我不敢讲这个话,别说的话,差一点点才全是我,全是我了 你不能不报告,可是你也不能报告,他不能不相信你,但是他也不能相信你 这样就对了 所以你看啊,我们所有老板,听完都会自己去问我,都会 譬如说你们怀疑很激烈,如果加帮会加个调整的话,我们去订阅加帮,怎么回事? 我把工人说 你又在去做,那你又在去,我都会在做 就把彈杀害死慘慘了 你如果把工人把联合工作去跟联合。 如果你把工人把联合工作去跟联合工作去跟联合工作,没什么,我们要做 我们现在忘记得中国人沟通的网络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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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 那句話,西方人一直聽不懂,誤不透,但是大家只只會忘記的而已 我講這個很簡單,大家本來都是全老人,因為我們的秀才都是全老人 很多人都不需要教育,但是把我們變正上了 這是一個核心的事情 我講這三句話,我好好評論一下 英文再好,也發得到英文去,翻不過去 繼續,我告訴你,有句怪怪是別人,還奇怪 我告訴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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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告訴我 還是我所得 第二句話,第三句話,你如果告訴別人 又说是我说的,我一边说我没说,我会说这种话?我像那种人吗? 这他说出来,他真是否认你,你身边是不是这样的人过来? 你不要骗来骗去,我们一边的生活在骗来骗去的生活里面 中国社会,到今天我们再见,你现在领域中再见 先说先说 这样就会知道一个美国人,他花一百块钱美金,买个东西回来 你问他多少钱买的,他马上告诉你一百块美金 他没有太多的负贷 中国会啊,我保证不会,或者不少没 当你花八百块钱人民币买个东西回来,人家问你多少钱美金? 你怎么会来? 最标准的中国话,三个字,你猜猜猜猜 你猜猜猜猜 他不会错的,谁都谁打的 但是现在大家不忘了一百块钱 因为不再改变了,完全改变了 你不知道你后面撤得可以抬走 你是这样吗? 都我原来的 爸爸叫一个名字 哼 最上一天就说,啊? 叫八百啊? 你去照镜子,用糖上黑衣 我们一天只做一个动作,要把红,红底下红上去,红上面黑下来 就是这个动作而已 你跟一个自己来,你不是恒,只是黑 这是阴阳变化 所以其实我们讲一句话,看你眼睛,往上了很,还是我们在黑? 我们就知道你心里在讲什么 这都不用问 这都不用问 因为你常一家贵,就知道心里很无聊 那多少钱买的? 八百块 啊? 那多少钱? 没到这里 二百块 然后你一定问,什么呢? 一定问 你怎么呢? 我买的跟你一模一样 我才六百,六百大分 二分之一黑的 下面一定问,你哪里买的?你这样子很紧张啊,你哪里买的? 如果你回答,第三个买的,他就红起来,想过了 我是百块公司买的,正买的 前面他回答,百块公司买的 黑刀几刀几刀几 最后一定问一句话 你什么时候买的? 你希望这个会助你的命呢? 可是我去年买的? 难怪,现在都放下来,又红起来的 前面他说,昨晚上才买的 发生一点,回头除脸 在中国社会,凡是找着自己回头除脸的 都是你自作自作 跟别人没有关系 你并放老人 因为中国人都高明 我没有用力汉 中国没人被人做力汉 做力汉的造型 高明 不是很深 他占了 一大只被他做了 他在哪里 你猜猜猜猜 他在哪里 他在哪里 你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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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他在搜索,他可不就理解中,因为这个不可能,这个人 我当时怎么打进去就讲啊 张维,绝对这边是杀法 那你明明打打,你就去打电话,就算是杀法 不算是杀法 我一去吧 下面就问他,你再仔细看看 你看,甚至参与一样,他就只是这样,你看,标签,还有资料,颜色都一样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昨晚上才买的,哪里买的 后面这张干嘛,后面这张是干嘛 张维,全世界最会最情报的人 就是我说一对国有地的情报 我从来就骗死了,我骗得干嘛 我从来就骗死了,我骗得干嘛 如果他看的那边的确不一样,不一样 我又不会跟他讲,我是八道 我讲这个非常重要 一个人引起人家对你的嫉妒 对你是非常不定国 你还要当上德式兼具,去打平这些事情,怎么办啊 你们方式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问你是什么 不管你像什么方式 在原来反应打得起来,怎么打得起来 你们有什么好秘密的尊敏都一样 你们有什么好秘密的尊敏都一样 我把这段说完,免得大家,你有听完你会想到旁边去知道 兼说兼实这句话是真理,但是他害死了中国人 他害死了中国人,那么中文人都不敢假装 这些人是全老人 我说兼说兼实是真理,而且对我并不应,那我就算是害大家 不可能 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兼正的,没有注意到 这些人是真理的 一个人不说话,你不确定没有前途 因为人家不了解你 一个人说话,我保证你,不但没有前途,而且不在乖 因为你兼具都害怕 你不要理我,我很喜欢讲话,我以后都在讲一句话都不讲 说冷静一点,没有前途,我还讲话 那是开玩笑的 而且你讲的,我不是不想讲的,你讲干什么 我不像一些人,你讲给你讲,你讲干什么 所以一个全老人,能不讲,我就不讲,该讲我不能不讲 但是没有什么干,没有任何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养兰 这个就是中西方,特别是中国跟外国,不同的地方是在这里 我们是中国,这是选择 我们是中国,这是选择 西方的选择 西方的选择,选择就是下足度 你干嘛下足度啊 那足多了怎么办 我讲个比较容易体会 明天那个会议你要不要去啊 你怎么回答 你说要啊 假定在场有很多人是坚定不太冷气的,你一出去就做到假之后去帮他干掉 那谁叫你要讲啊 那谁叫你要讲啊 你都不去,你就购乡得过很多人 不去 那我的爱子要通过你都不去 所以你说要去也购乡得过很多人 你都不去也购乡得过很多人 因为中年也高年 明天那个会你要不要参加 只有一个答案 到时候再说啊 到时候再说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啊 真正有意义的时候找需要问 你干嘛这个时候问我呢 你叫我很难回答你知道吗 你真正想知道我要去 不要去,你自己想问我 我会告诉你怎么清楚啊 你刚才刚才就那些人来问我呢 这样就对了,你就是会电话的 我们今天很严重的方向错误 我们今天很严重的方向错误 我们都在骂不该骂的人 反而该骂的人我们都没有骂 因为老师不清楚啊 因为老师不清楚啊